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很高興收到一套廚具 打算不僅是post IG 不如拍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以及即場試用的 就是我手上這個 是不是很美啊? 來自韓國的獨家獨 我希望沒有讀錯它的名字 它是新鮮滾熱,來到香港 看這盒大約可以猜到裡面有什麼 自從用了這類型可以粘病的窩之後 完全不能回頭 一來可以搭住,容易收 然後就是它很方便 可以做窩,也可以直接拿出來做點 少一隻金山會很感激 我們的清潔布非常滿意這件事 我不逐塵開了 直接給大家看看這套的獨家獨廚具組合 首先它有個18cm的湯鍋連蓋 然後蓋子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裡面煮食的情況 之後就是22cm的淺湯鍋 還有這個26cm的平底鍋 用來煎、炒、炒、炮、炮鍋 雖然平底鍋也算是有一點深度 但是它有弧度 和淺湯鍋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的材料有很多醬汁 或者需要炆的話 就真的要用這個淺湯鍋 然後就到手柄的部分 不用擔心盒子的顏色不太準 它的手柄和鍋都一樣 是這種米灰色 它真的非常簡單 一拍就實了 之後你要拿出來的話 就按這個按鈕 完成 我試完其他給大家看看 真的一秒鐘就卡得緊 而且它不算非常重 一定有些重量的 不是輕微微的 但是你會看到 我一隻手都輕鬆可以掌握和控制 然後套裝裡面其實還有這個 我覺得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看上去是一個很平凡的鍋蓋 但是內有乾坤 後面這裡 它是梯吸的 這個設計非常之聰明 它是可以配到 22、24和26cm的鍋具 所以它可以吸到這個淺湯鍋 亦都可以吸到平底鍋 你會看到這個大小是剛剛好沉沉的 它這個顏色其實很搭配我現在的 就是Bruno的電磁爐 它是可以名副 電磁爐、電套爐和焗爐 但是鍋蓋就不能放在焗爐那裡了 真的介紹完了 我要煮食 因為很肚餓 今天我會煮兩個菜 大家看到這一堆的材料 猜不猜到第一樣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韓式的豆腐海鮮 一樣都是不專業廚房的級別 有些花甲 之前用鹽水浸過淘沙 然後打算豐富一點 煮了兩隻廣島蠔、兩隻蝦、雞蛋 還有這個布包豆腐 我覺得它是滑過硬豆腐 又沒有軟豆腐那麼散 然後有雞湯、泡菜和韓式辣醬 差不多了 首先我先開爐 然後加點油 大家覺不覺它和我的電磁爐顏色很搭 現在我是超級想換了鑊鏟 因為它們這麼漂亮 鑊鏟太普通了 然後我會放一些蒜蓉 炒一炒香它 然後就會加泡菜 喜歡吃就可以加多一點 沒什麼所謂 我很多時候的份量都是隨心的 然後炒它們一陣 然後我就倒了整盒雞湯 然後我倒了半盒雞湯的水 加起來 然後韓式辣醬我們就要三湯匙 我全程都是用小火 你會看到它滾到的 所以這一類型的韓式鍋千萬不要用大火 用小火就夠了 然後我們把豆腐都加進去 我們拌勻一拌勻它 因為廚房錢窄的關係 我要留這個位置拍我煮第二道菜 所以我就要把它移去 這裡也有一個電磁爐 煮它十分鐘左右 我移到這邊就把它吸蓋 而另一個菜我是經常都煮的 可以說是拿手小菜 只有兩個材料 非常簡單 有茄子一條 我切到這個尺寸 然後浸鹽水 令它不會氧化 然後這裡有一條的肉脂豆腐 這樣斬開它一塊塊就可以了 現在要做的東西就是 加一些生粉 然後我們就開火 下油 我就不是說要很多油炸的 但是都要用多一點點 令它有那種炸的效果 很簡單 把茄子放進生粉裡滾下去 其實沒有技巧 純粹在裡面滾一下滾一下玩泥沙 慢慢去炸 果然拍片和煮食 很難專心兩個一起做 我經常都顧著那個螢幕 我們不記得了看的食物 在茄子炸的同時 我把肉脂豆腐都放進生粉裡 剛才加很多 就是因為兩樣都要包生粉 差不多之後 我就會把它們夾起來 新鮮剛剛炸起的藝瓜 然後就到肉脂豆腐 又是放進去 炸的同時 我就要準備那個醬了 有一湯匙的蠔油 一湯匙的豬油 不閒 又要翻一下它 又要拍片 又要煮東西 其實是很手忙腳亂的 然後就有一湯匙的味淋 然後就加些豆瓣醬 然後加些胡椒粉 然後再加少許的水 醬就完成了 應該都是大家家裡有的東西 肉脂豆腐差不多之後 我又把它們夾起來 放在剛才的兜兜那裡 我們又拿走它 最後呢 就將它們煮在一起 少許的油 好了 我們又加些蒜蓉 循例也要拍下近鏡的 然後把剛才的茄子和肉脂豆腐 全部倒進去 再來我就是用這些的醬 不用一次過加完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太多 那就看看它們吸收成怎樣 想要多一點的醬就可以再加 反正都拌好了 對不對 加多一點 應該差不多了 好 關火 這樣就是一碟 然後呢 我們繼續煮這個 在它煮的時候 我就放蝦 放蠔 再全部蜆 全部倒進去 然後就等海鮮熟 蜆要開口 想邪惡一點 我們可以加少許牛油 等下去 最後不要忘記我們的雞蛋了 打下去 倒數一分鐘就吃得了 一分鐘過去 我們煮完了 這個呢 又是 懶了 把整鍋拿出去 先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唉 吃得了 這個怎樣拍才會漂亮呢 好像炒一堆一碟一樣 但是 它真的是 一個豆腐海鮮鍋 提得出 你沒有吃過我做這個嗎 好像沒有 沒有煮過給你吃嗎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不肯洗油 你不喜歡我炸東西 好吧 那你今天炸了 當然 要用三個鍋 我打算測試一下 所以呢 辛苦你的清潔布了 今天 怎樣 有湯 出色嗎 是不是 快點讚美我 很好吃 好味 跟烏是沒有關係的 絕對是我的廚藝 這個是又便宜又好吃 又容易做 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要炸一炸 是啊 快點給點食評 大家會喜歡聽你說的食評 嗯 很好吃 這個都像外面吃的那些 韓國餐廳吃的那些 我們煮的材料更加豐富 有蠔 有豆腐 有花甲 還有 哇 有蝦 哈哈哈哈 其實你也說得對的 因為呢 在外面吃可能都是蜆 蝦 但我們可以把它放大 然後買一些蜆 蝦 爽 爽 我覺得 可以加個麵 公仔麵 為什麼不辣 等一下 辣嗎 嗯 很好吃 嗯 很好吃 早知道我多放幾隻 哎呀 我虧了 為什麼只放兩隻 我怕太飽 因為有很多菜 我簡直覺得我是廚神 這個系列 這個專業廚餐 經常都把我的自信心變得很澎湃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 而且我的妝容保持得很好 剛才我沒有開抽氣線 沒有開抽油煙機的情況下 拍了這麼久 它都沒有用 是不是我想知道用什麼粉底呢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好餓 今天影片夠長的了 不用再看著我們吃東西了 最後再說多一點點資訊 如果大家對今天這套廚具有興趣的話 購買資料它的連結我會放在info box 然後要出貓 我會有個優惠碼的就是hide 大家用這個promotion code 購買這套鍋具組的話 馬上會送兩塊隔熱墊 在我手上 大家有沒有發現剛剛我是放上這塊隔熱墊 它是可以分開兩塊的 如果一塊的時候它可以做隔熱墊 是矽膠質地的 然後它可以做放湯匙 因為裡面這個有少少弧度 看不看得到 所以它就不會拎來拎去 然後這個它可以做杯墊 或者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 它是可以這樣拿隔熱鍋 那你就不怕我用開了 它會很熱的 你就可以拿起它 所以用promotion code 就會有兩塊 自選顏色有四個顏色 賣單的時候 你就把這套鍋具 和兩個自己選顏色的隔熱墊 都放到購買卡 然後入promotion code 全部世界寫著hide 你就會看到那個隔熱墊 是免費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 或者IG DM我 我們就繼續吃飯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真的拍了很久 我是全身出汗的 好了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還有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你又忘記了那句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吃完東西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關心洗碗的問題 我就不太關心 因為碗不是我洗的 但我都可以讓大家看看 這個剛才炒的鍋 它是完全沒有黏底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訪問一下努力洗碗的金山 都會有六層陶瓷 第一層就叫陶瓷 第二層就叫 那有沒有貼底呀?我問認真 沒有 好,謝謝 我們直擊報導,完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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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